然后成功就挂了 就说什么时候 你忠诚应该跳出来打对爆的 可能就是说你跳明了打对爆 这个主攻也许也不能赢 也会变成一个内奸局 但是要比这种好 就说孙策主攻局呢 第一轮大家不跳身份 跳模糊身份都是可以的 第二轮你该把身份跳过来 在这种降面的前提下 反贼其实很弱的 这弱逼中会 弱逼曹丕 然后只有一个不练师 跟二张算是比较强势的 这么一个武将 二张位置又不好 碍着主攻 所以呢 巡域如果能早点跳中打的话 可能二张都已经被打残了 大勇若切 我们可以看啊 这里边就是说 这里边就是说 你忠诚都不跳的话 难道让内奸出力吗 所有的这个杀杀杀杀呀 还有各种牌 都去招呼巡优了 然后第三轮巡域继续装反贼啊 就没有必要装反贼了 真的 我们可以看啊 那个 这个简易码什么的 他都应该自己挂上 但是他为了装反贼吗 装的更像一些 这里边因为少个忠诚 我估计孙策当时是有闪的 他就是没有闪 可能认为我是内奸 要送他觉醒啊 其实不是的 我要杀他以后开桃源 让孙策回到凉血 把我的反击队友的血都回起来 我记下了 顺手前 无险可及 然后这里边就是二张描写的这么一个节奏 由于呢 忠诚没有跳 最后呢 主攻被秒的时候 这个 内奸也没有出头救啊 这局就是说 救了也这样了 就这样了 应该就死了 我们可以看 最后只有寻佑一个 一个塔啊 曹平那边还有一刀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寻佑的牌 他手里边还有张无蟹 兴素手里边还有张无蟹啊 没有给主攻打 这局比赛呢 因为当时玩的时候 当时玩的时候呢 玩的大家也都是挺蛋疼的 的确是少了一个忠诚 然后就把这个 内奸被一直被翻 然后虫粉呢 亲亲粉是虫粉啊 他改了个名字 虫粉他这里边就是各种被翻 嗯 不是 虫粉这里边就直接跳中了 但是没有打出这个输出来啊 名策孙策孙策都都没有打成输出 挺可惜的 就说这局啊 其实主中方是非常有优势的 在孙策主攻局呢 一旦你选到了这种非常给力的武将 又这种配合的这种多刀流的话 真的应该跳明了打对爆的啊 反贼其实真的不强很弱的 嗯 关于这盘录像呢 我也跟兴苏说了啊 因为兴苏他打的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如果换一个思路 换一个角度来打的话 可能这场比赛结局就会不一样 虫子呢 很少是很少做反贼主视角的啊 嗯 因为我觉得反贼赢比较正常 但是这局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拿出来 跟大家说一说的 比较有意义一些 今天的这盘解释录像就做到这里 貌似已经有半个小时了 视频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还有几局孙策主攻局的录像呢 以后我会慢慢的做给大家看 跟大家详细说一说 这个关于孙策主攻局的一些答复 感谢观看